做不好 没做好 还是有其他要改进的地方 你要这样想 好在你有死死 不然找死了 车祸只是一个 重业轻爆 不能退转 所以车祸是一个业 但是你死死也是个上报 然后重业轻爆了 然后更认真做 这样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海偷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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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本师释连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阿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阿摩大愿地藏王菩萨 诸尊菩萨 摩和沙 一心鼎礼 所有法师 所有比丘 我今为历代父母 所有祖先 冤亲在主 来临法会 大作功德 愿家中父母 六亲眷属 消灾严寿 快乐自在 家庭事业 一切满愿 愿往生父母 妻子父母 累劫父母 历代祖先 流产胎儿 冤亲在主 造成病苦 业力在主 法会内外 孤魂友情 所有往生排位 同享各项功德 永离三恶道 得到超度 升天 深净土 好 请放长 那我刚刚念了 就把我们所有目的都讲完了 那今天 也是农历的 论农历的六月十九号 也很多人利用今天在拜观世音菩萨 来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那今天所做的功德 为什么办在今天呢 今天所做的功德 十兆倍那么多 所以今天你点一只香 就等于点了好几辈子的香 十兆倍 所以各位刚刚去供水 供灯 供香 供食物 供药 佛陀讲了 佛教最大的不好的业障 就是杀身 所以佛陀第一条叫我们不要杀身 杀身是最重最重的业障 那倒过来呢 放生 救命 就是最有力的 最有功德的善业 那我们 做这么多功德 包括前天晚上 我们占颜法师 占佣法师 又带着大家 做焉供 那今天等一下也会做很大的 不失食物 焉供 所以做这么多功德 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念一下 消业障 健康长寿 钱多多 开智慧 没烦恼 发菩提心 最后成佛 希望自己要如此 钱多还不够 有些人钱很多脾气很不好 还是没用 除了健康长寿前多 没有脾气 没有烦恼 那这还不够 还要有观音菩萨的慈悲心 好不好啊 帮助别人 帮助敌人 心中没有恨 只有爱 请问观音菩萨会恨别人吗 不会 观音菩萨不会说我是哪一党的 哪一个国家的 哪一个宗教的 观音菩萨 他是说 你有痛苦 就算你要刀子砍我 我都还要帮助你 我死没关系 你火比较要紧 就像妈妈 妈妈为了儿女 有没有牺牲很多啊 妈妈好伟大 所以不孝顺父母的人 会下地狱的 孝顺父母的人 世间福报很大 也会升天 刚刚来大家都写牌位 如果你没有写 等一下要记得 写牌位 写给现在的父母 长寿健康 写给已经往生死亡的爸爸妈妈 历代祖先 还有你上辈子的爸爸妈妈 妻子父母 你都要做功德给他 这个叫孝顺 所以我们中国人最重是拜祖先 从县世的爸爸妈妈 老人家孝顺 拜到往生的上辈子 再上辈子再上辈子的 爸爸妈妈 我们都要孝顺 因为你如果不孝顺 这个爸爸妈妈在痛苦 那你一样会痛苦 这佛教有个故事 我上回讲过了 有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 做事业 结果不赚钱 身体不好 太太跟他吵架 他心情很不好啊 他就跑来找佛陀 他说佛陀这么多信徒 他就直接找佛陀 佛陀啊 你这么多信徒 这么多人拜你 你就帮帮我吧 我身体不好 没赚钱 太太吵架 很痛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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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